結束進攻的時候我們有問 然後你就說明年 你是甜蜜蜜的MV 然後現在已經獻出來了 那明年還有什麼大企劃 這陣子都在家裡休息啊 這陣子都在家裡休息啊 我現在很喜歡待在家裡 然後在家裡幹嘛 就是一樣也是蠻休閒的 不是我的放鬆 但是不是我的放鬆 最近有 就 學會煮熱紅酒啊 覺得很溫暖 很暖身 休息到什麼時候 有工作我就會游出來 對 也沒有計畫 跨年跟現在你覺得就是放假 目前是 對 會跟家人朋友在一起 你那個新歌的MV啊 你現在估計 新歌那麼兩年前啊 好像導演被罵很慘 你有什麼話超寶寶 我也很心疼導演 要面臨這樣子的狀況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第一次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很 我問心無愧就好了 其實這個腳本 是跳脫我舒適圈的想法跟做法 所以的確也是挑戰我自己 在對於MV的邏輯 但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這樣 跳脫框架的聯想 然後跟創造 一般的邏輯會覺得 照著瓷面或是音樂的段落 對 這個比較微電影的方式是 我自己 自己也是第一次嘗試這樣子的邏輯 我沒有覺得卡卡的或是怎麼樣 當下的時候就覺得自己是一個角色的扮演 就跟著 特別過癮啊 應該是走進酒吧 準備要 就有一點鬼片的感覺 雖然自己不愛看鬼片 很喜歡那種氛圍感 我就覺得 演戲的人真的就是瘋子 對著綠Key 然後要很多自己的想像力 你很入戲的時候 你就覺得沒有旁人 但一跳脫你就覺得 海豚就是一個指向 為難請你想要挑戰戲劇的欲望嗎 我覺得在MV裡面就滿滿足 我覺得演戲好像有點累 太懶惰 接觸進攻的時候我們有問 然後你就說明年 就是甜蜜蜜的演戲 然後現在已經獻出來 那明年還有什麼大企劃 沒有咧 哈哈哈哈哈哈 新歌還是合作啊 你是什麼 呃 新歌 新歌真的 就看運氣 但是我會開始做一些製作啊 但是能不能在時間內完成 我自己也 充滿的問號這樣 因為我很滿 就現在比較自然一些些吧 有機會就做 沒有感覺就 不用強 強逼自己 產出什麼東西來 所以你不會想其他 那些 其他的是誰 可能每個人的生活 覺得那樣子的 可能一直做的 的生活步調 是讓他們覺得開心 可能我現在 不在那樣子的 的狀態 所以就 每個人開心就好 直播 很酷 經濟人 你要不要說 哈哈哈哈 好想說 好好好 好想說 好想說 我們不在想看 好想說 好想說